啊欧文和蓝网续业谈网了 现在可能说要去湖人 去湖人呢 就是执行他目前剩余一个筛计的合同 执行合同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去湖人 因为湖人已经触碰硬工的帽了 之前呢 通过一些这个交易和续业呀 呃 这么整呗 这么整的话 那就不是先前后患 所以就是直接就是选择执行合同 执行合同对湖人来讲风险比较可控 因为就一年时间 合同年到了湖人之后呢 他可能说愿意好好的 但是一旦说执行合同的话 主动权就完全不在湖人手里了 就在这个蓝网手里了 由于说湖人哪怕说有意 但蓝网只要无意的话 你也操作不了 因为湖人是硬工之帽 硬工之帽意味着你没法 就是通过自由权的签计方式 或者说通过这个什么先前后患 不行 主动权完全在蓝网手里 蓝网乐不乐意跟湖人换呢 那就不见得了 那你说这个换回来蒙南威斯布鲁克 也就意味着 蓝网这下载地已经放弃整罐了 因为换来蒙南呢 你确实的没有什么太好笑 因为现在蒙南这竞技上在不行 再结合呢 那杜兰特跟蒙南两者之间 几乎是水火不容的 你别说他俩表面上 好像就有点什么和解啊 食指上 内心当中那个坎 那个障碍 很难打破的 那蒙南深受伤害呀 所以他俩再度携手啊 这个其实不太现实 如果蓝网这么做的话 那基本上下一步啊 很有可能就要交易多兰特了 因为你要了解多兰特本身正贯窗口啊 迅速说载 他刚刚打完的这个季球赛啊 已经看出了明显的疲惫了 已经没有十足的净能力 你看不看到主动赛 被那个失踪库里摁着打的塔子舞 季球赛首轮打卡文多兰特 全方位调打打多兰特呀 季球赛各方面远远超过多兰特 攻守两端 摁着多兰特手上 那你说多兰特这样呢 还能值得仰仗吗 已经现在这个经济实力 已经开始缩水 如果你再挺一年 那等到之后的话 他更是没有战斗力 所以只要说蓝网队动了 用欧文吃下猛男合同 这个信使了 下一步就是交易多兰特 交多兰特没有否则权 送走欧文 欧文换猛男 而且是 忽然队附带选秀权的方式 回收一定的选秀权 利用欧文最后的财余价值 这么交易完了之后呢 下一步就要动这个多兰特了 多兰特现在还有点交易价值 如果说有些球队啊 阵容原本实力挺强 他呢 干一个当年 金州勇士 类似的活 或者说比勇士时期 还要略微低端一些的活 事实证明 他给人家打下手 还是一个挺好用的工具人的 所以 杜兰特 还有点交易价值 换个西迷麦克勒姆之类的 还是能探讨 或者说 等同的 这个级别的球员 还是能探讨 比方说他领的合同稿 有探讨的空间 现在啊 那接下来就要动杜兰特 只要说欧文跟猛男 这笔交易达成 接下来就是动杜兰特 一定是这样的 不动杜兰特不可能啊 你你说继续挺着 没有意义啊 点赞 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